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从有龙讲哲学角度谈一谈孩子教育的问题 我们知道孩子教育对一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这个观点我们讲什么呢?讲爱孩子应不应该让他吃一些苦 今天我从五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讲爱孩子就应该让他吃一些读书的苦 我们知道读书是很辛苦的 在古代投学粮追赐古,在现代社会知识丰富和复杂 非常众多,各种学科层出不穷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必须读很多的书 所以说终生学习是成为一个优秀人的关键 在这过程中我们认为应该让孩子终生学习 培养终生的学习的习惯 就是只有学习了才能拥有丰富的知识 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才能为社会借功利益 所以说让孩子吃读书的苦是必不可扰的 是父母应该教给他的 第二点我认为吃劳动的苦和忍耀的苦 劳动是创造一切的 从小孩子时候,特别是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 就应该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做一些比如说给客人来的端茶呀 倒水呀,包括一些简单的事情 应该让他做这样一些事情 往往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孩子懂得了辛苦 我记得在美国日常有好多的孩子 在下雪天以后就去问,叔叔阿姨 周围的你们的雪地上要不要去残雪呀 这个需要三十个月或者五十个月 这是一种劳动 好多的家长觉得,这是锻炼孩子的好机会 经常让孩子去吃一些苦 去锻炼做一些劳动 我认为劳动带给人类文明 带给人聪明 所以说劳动是必不可承的 我想如果一个孩子不懂得劳动 和不懂得忍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在将来的生活中呢 他就不会有大的成绩 也不会做出辉煌的业绩了 第三呢,要吃良好修养和素质的苦 良好的修养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是社会在不断的实践和锻炼中培养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不断要向别人学习 学习别人的美德 学习些人的美德 这个过程中呢 什么样是良好的修养和良好的素质 我想从家长和学校都会告诉他 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不断地锻炼孩子和培养孩子 良好的修养呢 是人最漂亮的一些衣服 良好的素质呢 是值得别人和他团结和合作 做事情的关键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多培养孩子的良好的修养和素质 让他吃些这方面的苦 长大以后呢 会成为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 和良好素质的人 这很重要 第四个呢 要吃独立生活的苦 独立生活是每个人所必不可少的 而且没有哪一个人呢 永远别人就在他旁边伺候着陪伴着 所以说要让孩子知道 独立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中国呢 有很多的啃老族 就是这孩子呢 上完中学大学以后呢 找不着工作 回去呢靠父母来养活 这样的人很多 但在未来人工智能的时代呢 更是很多的人都不用去工作了 就是靠社会救济 这个时候呢 他一定要懂得独立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他能去自己创业 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么这家会非常好 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 第五呢 要吃积极进取和创业的苦 人们说是死于呢 树流而下 活于呢 逆流而上 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呢 应该积极进取 在社会上呢 要创造自己的 自己为社会的贡献 一个人呢 一个优秀的人 在他回生往事的时候呢 不能因为陆陆无畏而羞耻 也不能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这过程中呢 要让他积极进取 培养孩子积极进取的精神 创业呢是必须的 我们知道 查克伯格呢 创业是二十多岁 上大学的时候 比尔盖茨 创建他的两届公司的时候呢 也是年龄比较小 二十一二岁 其实 人最佳的创业年龄呢 在十八和二十二岁之间 这个年龄段呢 有着广泛的思想 而且懂得去实践 去做好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觉得 一定要积极进取 培养孩子 对社会的一种奉斗力量 综合起来呢 其实 作为一个父母 或作为一个家长 一定 或者正作为老师 爱孩子 一定要孩子吃一些苦 刚才我从五个方面呢 概括了 孩子一定要吃苦 而且孩子看了这些呢 应该是知道 只有从这多方面的 吃苦精神 才能培养出 优秀的人才 才能培养出 未来社会 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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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